你好,欢迎收看11月20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反莱猪公同榜大选三接迁移 重启核四公投案12月18号投票 而国民党定调公投是对执政党投下不信任票 为宣传年底公投各地举办街头宣讲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1月20号来到花联宣讲 由花联县长徐振卫、立委郑天才还有立委傅昆琪陪同出席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远赴花联宣传公投 后头一排李正明代站满满 台下乡亲首举国旗反映愁热烈 国民党加油 1218场公投宣讲 看得出这场规模特别厚大 朱立伦身边红外套的是自家县长徐振卫 另一头刚恢复党籍的立委傅昆琪 叶莱乐还送上5000份入党申请书 就是希望大家回到国民党的大家 我们同州共济 同框傅昆琪宣传同州计划 却必谈他18号已经回党 因为先前党内全杂音 执疑这计划是为傅昆琪量身打奏 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 一万五千多米的党员 回到这个大家庭 过去就算离开国民党 就算加入其他政党 我们都欢迎加入 我们不能够以单一个案来论断 这整一个计划 我们忠贞的党员现在 因为各种原因失去联系之后 我们希望把他们找回来 朱立伦是党主席 他负责任嘛 他是党主席由他来决定嘛 他由决定决定 尽管党内有意义 朱立伦继续执行同州计划 能否替公投2022选战 拉抬宣誓 外界持续关注 记者众报道